其實單元是不滿足的 但是他在今宵大廈的風格就是單元單元單元 有十個很好的單元 十個都是一個好故事 十個都是好的故事來的 只不過我們的故事 我們的組合就只有兩個人 新人蘇浩兒 第一次跟她认识就立刻要做单元 还要很快要像一对母女 很有默契的感觉 其实是很难的 我作为一个叫前辈一个人 我觉得要 Souho姨比较慢热一个女孩 很慢热一个漂亮的女孩 所以变成单元对我来说本身有挑战了 我自己都要做很多功课的时候 我都要跟女孩对很多的戏 她很慢热的 因为演员也有很多性格 慢热不是错的 很热情很快也不是问题的 只要做到一件事出来 所以我跟Souho姨和监制和导演 都会一起去对很多次 然后找到一个最好的位置出来 所以变成我跟她就很快 因为外人也很懂得处理这些 跟别人入戏的关系 我有些手段 我跟她入戏 所以变成一边拍 那些人说真的像两母女 我一拐 她已经一缩那些 就是妈妈闹那些 她已经立刻要收了 所以这个女孩真的能配合 而且真的很好 第一次真的很好 还有最后一件事 最难得就是我们两个都瘦到柴 真的很像两母女和女孩 和女孩总是有原因的 这么瘦到 yes 本身女孩说没有这么早出街 突然改造了你的感觉 其实我都不知道一头无水 我都去看一个平台 看到施华 李施华 她是否施华 还是山葱我忘记了 就说今宵大雅播了 4月4号九点半 我以为整股 不知道是否那些人 那些记者写 不是他们说 那些记者写说要播 我想记者收错误了 后来又说 他说这部剧和陈展鹏一部剧 随便一部剧 那我又不知道 我心想是都不错 如果不是的话 都等了这么久了 但是不要放冰了 那谁不知 我觉得4月出街是挺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4月始终有很多节日 亦都是这些挺怪的戏 有些你刚才有经历 看到我和女孩的那些 你已经很害怕了 那4月份播放也挺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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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